这个男人去超市买东西 却没钱付款 于是用手扫过别人付款的纸币 便转身来到更衣室 深吸口气 一个下蹲 就见到大量钞票从他胯下掉了下来 不过男人见好就收 将这些保留原位的现金收了起来 而这个叫老黑的男人是一个外星人 准确来说是一艘外星飞船 刚来到地球的老黑 显然对这里的环境一无所知 行走如同照四般笨拙 连红灯停绿灯行都不知道 直接横穿马路 结果被一辆车撞飞 给司机大美吓坏了 当即就准备报警 回过头却发现老黑消失不见了 原来老黑是以船长的名字命名的 他们来自沙雕星球 为了寻找水源而来到地球 然而 他们之前发射的吸水装置 却遗失在地球某处 就在此时 照是司机大美又遇到了 躲在巷子里维修飞船的老黑 感到内疚的大美 当即邀请老黑到家中做客 老黑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 只好答应 看到大美滴过来的水 老黑直接一引而进 可到飞船里面却成了洪水 小外星人可难受了 偶然间 老黑看到一张照片 大美的儿子小明正抱着吸水装置 老黑便立即动手 前往学校去找小明 却在陌生的地球街头迷路了 对地球一无所知的他 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甚至模仿起接吻的情侣 老黑来到学校后 他遭到了许多孩子的嘲笑 因为穿着太过显眼 为了避免麻烦 他决定去买一套正常的衣服 然而 他在商店里的尴尬行为 却让他看起来像 还被校长误认为是新来的代课老师 老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趁机混入学校 找到小明拿回装置 眼前这个男人 来参加大卫王比赛 只见他将热狗直接丢进嘴里 还没来得及咀嚼 下一个热狗就又被丢了进来 就这样一口气连续吃了100个热狗 成功夺得大卫王冠军 原来这个男人小黑 并不是人类 而是外星人的飞船 为了掠夺能源而来到地球 为了隐藏身份 他伪装成老师给学生们上课 只见老黑双手启动 学生们刚低个头 就发现黑板上写满了内容 学生让他帮忙削个铅笔 他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塞进鼻孔一顿咔咔乱造 而此时 FBI也已经根据老黑 将落地球时留下的人脸坑洞 打印出了老黑的长相 并且安排人手 开始搜捕 老黑在教室找到小明 却得知装置被小胖抢走了 老黑只得带上小明前往超市 寻找小胖要回装置 谁承想遇上了打劫 心情烦躁的老黑直接赏了劫匪 一个新鲜的大逼兜 小手这么轻轻一捏 直接就把对着自己的枪管捏扁 无奈 没有找到小胖的老黑 跟随小明回到家中 刚好遇到准备去接儿子的大美 他们一起来到游乐场玩耍 幸运的是 在游乐场中 老黑终于找到了小胖 并成功拿回了吸水装置 然而 与地球人的相处 让船长感受到了 人类独有的善良与热情 见天色已晚 大美便带领他们来到酒吧 众人也随着动感的音乐摇摆起来 船舱内也开启了狂欢派对 此时 FBI也根据线索找到了老黑 老黑为了不伤害到人类 便老老实实跟随FBI离去 而此时 船舱内发生内讧 副船长认为 既然已经拿到装置 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而且他还指责 船长对地球人产生了感情 副船长发动了叛变 将船长囚禁 并接管了船长的位置 立即开启了战斗模式 但他却拥有超乎想象的破坏力 场面一下子陷入混乱 眼前这个叫老黑的外星飞船 让人类见识到了 属于他们星球的科技水平 尽管被关押在监狱 但这都难不倒老黑 抬手对着墙壁发射出一道激光 坚硬的钢板直接融化 而众多FBI的设计 也无法突破老黑的护盾 老黑只是随手一指 便将围堵的车炸飞 而此时在飞船内部 恶毒的副船长却打算抛弃船长 并直接将他们丢弃 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 危险四伏的环境中 一只狗差点夺去了他们的性命 清洁工的锋利差点将他们吹飞 而三号则被粘在了 人类随意突在地上的香膛上 船长当即冒着生命危险 前去救他 这才让三号成功逃脱 此时 船长发现了经过的老黑 环顾四周 船长立马叫三号抓住塑料袋 将其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热气球 然而 他们却被路过的车辆 撞到了挡风玻璃上 而此时 老黑的能量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必须赶到海边 而此时船长也偷摸回到了飞船 和副船长发生了控制权的争夺 导致吸水装置不慎掉入海中 疯狂吸收着地球的水资源 船长立刻带领团队制服了叛变的副船长 并决定不毁灭地球 此时 飞船的能量只剩下最后一点 而他们用这些能量将吸水装置回收 就无法回家 在征得队员们的同意后 船长不再犹豫 他们耗尽老黑最后的能量 成功将吸水装置回收 老黑也因为能量耗尽 无法站立而跪倒在地 与此同时 FBI也赶了过来 局势再次陷入僵局 没人注意到小明偷摸走到FBI身旁 趁机夺过电棍 击打在老黑身上 为其充电 船长从老黑扣重走了出来 告知众人他们的身份 一切重新恢复和谐 他们准备启动飞船 回到沙雕星球时 特警部队突然到来 并且直接将老黑逮捕 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 老黑直接将一只脚分离出来 变成一艘更小的飞船 带领所有船员飞向太空 船长也决定继续前往其他星球 探索和寻找资源